大家好,歡迎收看Steven 數位社群行銷研究室 這是個好問題 在操作臉書跟IG的部分 是否要同步嗎? 第一個是做個選擇 其實最核心的關鍵就是 因為有關於成本 我們的成本 是不是足夠做了兩個 臉書輔助團的預算 一般來說,該沒有 因為你的社群經營 只要在原來講 所以這時候,你需要做個選擇 怎麼判斷給大家一個概念 30歲是個分水流 30歲以前比較年輕的 你經營IG是基本上是OK的 但是你如果體驗有30歲 40歲、50歲、60歲 你有年輕族群的話 你要選擇連續 連續現在的數字大概1800多萬人 左右使用 IG大概18-9百萬人使用 它的年齡層大概30歲以前 IG的平衡度比較高 30歲以前 年輕人對IG的平衡度比較高 30歲以上的話 只要IG的人就越來越濕 所以連續比較普及化 但是年輕人比較喜歡IG 第二個部分是 當你都想做的時候 比如剛好人的話 就卡在20到40歲之間 再重點怎麼辦 這邊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是說 如果你是很成本的話 你可以在臉書先發內容 但這個時候 如果有成效不錯的 選擇一半 轉貼到IG裡面來 所以IG有一半 在臉書不錯的內容 另外一半內容 在IG再去做產生 比如說 IG吃的內容是照片 所以你可以用動畫 拍照方式 去呈現不同 不一樣的 千萬不要 比如說在IG完全不一樣 不然大家沒有必要 一定要加 臉書或IG 大家記得臉書跟IG的內容 必須這個尺寸 因為IG是比較正方 裡面的尺寸 所以需要resize 第三個它的功能性 要進入到這兩個平台的特性 臉書導流量能量比較強 它功能比較容易 連結導流量 大圖連結 IG裡面的連結導流量 功能比較弱 大圖導流量這些顆粒 可是它必須要設定廣告才可以 或者是使用即時動牌 SWiO 才可以導流量 但是SWiO的功能 大家比較少知道 很多人連設定 使用都不太會用 所以你要用導流量 但是你要打branding 年輕化的話 用IG的數字會比較好 另外打branding來說 比如說一個IG的功能 比如說你滑到臉書 去看它的官方帳號 你到IG看它的官方帳號 有沒有很明顯覺得 IG變得漂亮 各自各自各自都很便宜 可以自由的編輯 或成為一個整體的畫像 或者是你做一個遊戲 都可以 所以它在打branding 每人每萬方面的話 IG才進行比較好 以上是這個 要使用IG 還是FB 是否同步幾個面向 我們剛剛從第一個 它的使用輸取 到它的如何結成成本 的概念 第三個它的功能性 再一點用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大家好 謝謝收看Steven數位社群行銷研究室 現在Youtube頻道剛開張 我們就每週送書給大家 只要你在下面的影片 多多幫我們分享的話 我們每週會送一本喔 請大家多多分享 請大家多給支持 幫我們按讚 留言 訂閱 我們將滿滿的數位社群行銷 貢獻給你喔